这九个月我一直都在说中国没有美金 我现在就给你看多张图 就是说中国四大银行的美金资产 这几年发生什么事 你看到是插水插到没有水花那种 急插下来两三年之间急插 急插到负数还要你看到中银是多大 中国银行是多大 美金的资产其实是没有美金 没有外汇 外汇不足 不用我重复 其实说了很多次 到这一刻来说 你听到中银有很多坏消息 我周平时听到一些人跟我说 有时连ATM都可以说不够现金 这么奇怪的事都有 现在你看到很多传媒说 外国传媒有些说 都是比较前卫的那些传媒 现在你看到 蕭若元都开始不停说这些 而蕭若元那边的客人 我怀疑有一大部分都是TVB的水平 看完就看蕭若元 看蕭若元那些人 就看蕭若元多 那变成 其实我说 它根本是半个主流传媒 而它说得这些东西 就是告诉你们 那头近 已经是水尾中的水尾 它不怕告诉你们 如果你的资金在大陆 根本是插翼南飞 现在是跟你说香港 你香港的资产 就算是 某程度上它现在不停针对大陆 都是在买一点点时间 你可能还是在想大陆那方面的东西 就不知道已经销到你香港 已经在你眼前 那我现在也不停收到消息 就是说 你香港的资产都非常困难 开银行更加加达 除非就算是跟�intrus 相对与银行 就是 мер ela 就是要你提供很多的资料 要去證明你自己的真 identity 他很怕你們拿很多帳戶來玩螞蟻搬屋 每個帳戶走少少 這樣走掉了他 因為現在就是外匯不足 香港那條數都是負數來的 都是負資產的 在外匯來講 變成就是 這樣的情況 我上次說過是誰要花錢 但其實我覺得 需不需要說呢 很明顯是監守自渡 很明顯是共產黨洗錢了 他們經常搞這些project 全部都是花錢的 還有 就是 我想我不用再多說了 因為我之前好像也重複了一兩次 總之就是監守自渡 亦都是不單止是共產黨那麼簡單 即是他們還是幫人套了很多錢出來 這樣 總之就是 反正現在現實就是 外匯不足 接下來那條路 你以前看到的 阿根廷、委內瑞拉等那類的國家 是怎樣倒閉 怎樣出現什麼問題 食物、糧食等 基本資源的東西 價錢不斷慢慢升 現在大陸也不少這個案例 都告訴我 現在大陸那些 即是加了很多價格 那些基層那些東西 是越是基本需要 越是沒有什麼彈性的 那些 demand那些東西 就是越是大量獲 升幅就越大 那就是這些 就是因為你始終呢 中國和香港都是 資源不足 你們是不可以自給自足的國家 你們是靠外匯的 所以外匯一枯揭 就完蛋了 所以我相信現在就是最後高峰期 即是最後 最後那一刻 而那群有錢的那群是知道的 我看得很明顯是知道的 即是類似蕭若元 打上那些級數的人 很多是明白發生什麼事 所以他們也都發盡搞牛耳虎之力 即是想鼓起 鼓起那個什麼 鼓起那個生意也好 鼓起那個市場也好 即是盡可能 脫筆錢 脫筆錢旁身走路 那我依舊呢 就是告訴你 你只有一條出路而已 你不需要想那麼多 一條出路就是 將錢往外走資 不論你移民 投資外國 或者甚至匯去自己銀行 又或者是匯去朋友銀行 又或者是最差最壞最壞打算 就換了美金 握著這隻手套 剛剛現在美金又創 即是近來的新高 依然非常強勢 其實現在最重要的主調在這裏 整個世界的重心都在這裏 包括現在呢 美國正式實施了對伊朗的制裁 之前就好像給了一個pass 即是暫停暫緩 不一次過禁夠了 現在就完全禁夠了石油出口 中國作為伊朗最大的石油買家 很多石油是靠伊朗提供的 現在突然間斷了它 要去跟別人買 又是買貴油 所以中國的經濟必須要收縮 實體經濟 必須要拿著 必須要拿著褲頭才行 因為就是這樣 你根本以外不足 你現在還要買不到這麼多油 各方面的數字 稍為是你覺得 它沒有那麼容易造假的那些 你也看到是 衰敗得很快的 其實我之前說了太多的影片 所以我有時不想重複 如果你覺得有些疑問 我很建議你再去聽一下 聽一下我其他的 怎樣說這些事件 那我就說 現在最重要是你不要再想了 我知道有些人聽來聽去 你始終沒有行動 行動才是最實際 你聽著我都沒有用 最重要是 我希望我講這些 是令你可以做個決定 可以當機立斷 斬釘截鐵地做事 甚至乎工都不想 就去處理你的財產問題 我是你我一定會這樣做 想都不想 工我就不想 你老闆要解僱 你老媽就解僱 如果他這樣一天半天 他都用不到你的 所以我就是說 也有些人有很多藉口 即是說一句 我老婆不信了 老婆不信了 他就站在那裡 你怎麼說的? 這就是老闆 敵人的勢力 被捕捉了 人物五十年 在被困在生命中 被捕捉了 被捕捉了 其實到最後我想說就是 其實抗爭的手段很簡單 我就是整天都是 即是那些佔中九指 現在你還在說佔中九指 還在說可以入到史冊 怎麼是江輝偉大 其實真的不需要我再多說 全部都是垃圾 現在我覺得最重要就是 拿美金宣傳這件事 周圍和別人說 和你的朋友說 和你的親戚朋友說 什麼都好 你自己拿掉它 自己拿掉它 無論如何都好 我可以分享我的圖 我的影片 我最後想補充一下 我這些資料 全部在我的網站 或者Facebook 都會找到的 如果Facebook 有多些無聊的東西 那個網站 Straightly Business 你會快點找到我的資料 譬如看我當日推出的影片 我只是在那裏拿一些內容來講 其實我都很建議大家 多點去看 因為我講的始終是浪費時間 不可以每天拍的 都需要很多時間去準備 講 少許剪接 各樣都要 上載所有東西 全部都是時間 所以很多時候我會在那裏推出 我不是想要做Youtuber 我最重要是宣傳訊息 如果我快地宣傳到 當然會比我在Youtube更好 Youtube我會詳細解釋 以及說出來的效果 威力也不一樣 但否則 要快要準 真的 看網站 會更加快 這裏 有時 想得來講得來 都隔了一兩天 真的 好